下面我们打算接着讲欧拉图 先把刚才关于联通度的这些课的内容小结一下 讲了点个集编个集 然后讲了用点个集和编个集 去定义点联通度和编联通度 一个叫做kata一个叫做lambda 然后kata和lambda德沙之间有个关系 就是灰特尼定力 还讲了k联通和k边联通 讲了蒙日定力等 讲了二联通二边联通 割点桥和块 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就是一些创好条件 这是关于联通度的主要内容 下面呢我们来看欧拉图 是第八章 欧拉图与哈密尔论图的第一节 8.1节欧拉图 就图的基本概念我们已经讲完了 讲了有哪些图 有哪些图的运算 然后还讲了图的联通性 和联通度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一些特殊的类型的图 包括欧拉图哈密尔论图 平面图 数 等等 现在欧拉图是第一类特殊的图 我们要讲欧拉回路 欧拉图 欧拉图 半欧拉图 讲有向欧拉图 有向半欧拉图 还讲欧拉图 半欧拉图的充分比较条件 以及求欧拉图的算法 这是跟欧拉图有关的内容 讲欧拉图要从七桥问题讲起 有个地方叫科尼斯堡 二战以前叫科尼斯堡 二战以后 改名叫加里宁格勒 这个原来是东普鲁士的一块地方 后来二战以后 因为德国战败 就割让给俄罗斯 成了俄罗斯的一个地盘 实际是个非地 跟俄罗斯的其他领土并不连接 俄罗斯就把它改名叫做 加里宁格勒 这个科尼斯堡呢 它有一条河 叫做这个普里格尔河 从那里流过 这个河从那流过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分支 然后就形成了一些小岛 然后那个岛上面 一共修了七座桥 就是这样 这河呢是这样流过来 到这形成一个分支 然后又形成这样一个分支 又流过去 这个科尼斯堡呢 它就是围绕这个河的两岸修建 所以一共有七座桥 中间那个岛呢 跟那边有两个桥 跟那边有两个桥连 然后中间这有一个桥 把它连起来 然后这儿有一个 就右边有块陆地 跟上边的陆地 跟底下的陆地 各有一个桥连起来 然后 中间这个岛呢 各有两座桥 跟上下的陆地连起来 总共是七座桥 还有一个水平的桥 跟右边这个连起来 这个科尼斯堡的居民呢 都很喜欢散步 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何走遍所有的桥一次 并且恰好一次 再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地方 这就是七桥问题 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也住在这个科尼斯堡 就是那个哲学家康德 康德也很喜欢散步 而且康德非常准时 在那个时候 就说不像现在 这个非常时间非常精确 那个地方生活也很悠闲 那个就几百年前的时候 康德散步非常准时 准时到什么程度呢 说那个小镇上的居民 根据康德散步来对表 他每天 他每天都是准时的 在几点几分 在某个地方出现 一成不变 所以可以根据他散步 经过的时刻来对表 绝对不会错 这德国人是精确守时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所以康德是柯有名的哲学家 他也存活在那个地方 康德又喜欢散步 正好这个科尼斯堡呢 他们这个居民的也研究 这个散步的这个问题 如何经过这个路线 就他们试了很多次 找不出这样一条路线 后来他们就请一个有名的数学家 叫做欧拉来帮他们做 欧拉 欧拉是个瑞士数学家 他呢 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 最多惨的数学家 他总共发表过 1100多部书籍和论文 然后他的那个全集 就欧拉全集 总数超过75卷 现在还在编 现在还没编完 结果他生前的时候呢 他经常桌上 放着厚厚一摞手稿 然后那个数学杂志都来不及发表 都压在那 然后他去世以后 那个剩余的手稿 后人整理了很多年 还没整理完 他作为数学家非常多惨 作为人也很多惨 他有13个孩子 说他能经常能够跟他的五个最小的孩子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数学研究 欧拉是个典型的能够一心多用的人 结果他能够一边跟小孩玩一边同时脑子里在想数学题 他的这个脑子非常好 记忆力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生命中的最后17年 他完全失明了 双目失明看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 他照样能够研究数学 一点不影响他的那个速度 照样能跟以前的速度一样去发表文章 出结果 这是欧拉 所以欧拉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他很多年是在俄罗斯度过的 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正在倔起 他们向欧洲学习 从欧洲请了很多的人才过去 包括从英国请海军的军官去指挥他们 教他们海军 然后请邮政员去帮助他们建议邮政系统等等 也请一些科学家 这个欧拉呢 就是一个从西欧的一个数学家请到俄罗斯 他很多年是在俄罗斯待着 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俄罗斯数学家 实际上他是瑞士数学家 欧拉 他这个名字的翻译准确的应该读 为了 那一般我们都读欧拉 就这样读了 那欧拉的那个贡献非常大 很有名的东西都跟他相关 首先这个数学常数义跟他相关 欧拉常数 还有一些这个求和 西方m2分之一这个极数收敛的 这个而且这个极限是六分之派平方 这也他最早算出来的 还有这个 n分之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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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极限是落根 然后这个相差一个常数 这也是它正快的 然后它最有名的公式 这个公式 E的Iπ加上E等于0 这个公式也是非常有名的公式 它把数学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值 全部列在一个等式里面了 0和1 0是加法单位元 E是乘法单位元 然后E是欧拉常数 I是虚根 π是那个圆周率 E的Iπ等于负E 所以加E等于0 这是数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式 五个重要的数学常数全在里边 还包括复数的这种表示 这些都跟欧拉有关 所以欧拉是个传递性的数学家 那么1736年的时候 当地的 克尼斯堡的人 就请欧拉来研究这个问题 欧拉就 帮他们回答 到底能不能找到这样一条路径 然后 欧拉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就标注了图论和拓布学的诞生 所以欧拉1736年的论文标注了图论诞生 图论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学科 古老是说1736年就第一篇论文 现在是说 到了二战以后 计算机出现以后 图论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因为它应用性非常强 发展得非常快 也变得非常活跃 1736年 欧拉就发表了图论的第一篇论文 图论的第一部著作 是在1936年发表的 中间正好隔了200年 1936年才出版第一部著作 然后 到了1945年以后 图论就开始飞速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图论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研究分支 里面还有大量的问题没解决 特别是跟计算机算法有关的问题 我们后面还会讲这种问题 好 欧拉是怎么解决这个气桥问题的呢 他首先要给这个问题建立模型 就是用图来建立模型 每个陆地 他用一个节点来表示 一共有四块陆地 中间这个岛是A 右边这块地是D 上面是C 底下是B 原来那个地形呢 被这个河流呢 总共切割成四块 就是ABCD四个顶点 然后两个顶点之间 如果有一座桥 他就用一条边把它们连起来 A和C之间是C这个桥 A和C之间还有D这个桥 有两座桥 底下 AB之间有两座桥 A和B这两座桥 A和D之间有一座桥是E C和D之间有一座桥G 这个D和B之间有一座桥是F 现在就得到这样一个图 问题就变为 你从这个图的任何一个顶点出发 能不能走每条边一次 并且恰好一次再回到起点 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 欧拉先把它转化为一个图论问题 然后他对这个图论问题给了一个答案 那原来的问题也就给出了答案 这是欧拉的办法 这种东西就称为图 也叫做拓普 拓普跟几何不一样 几何研究是度量 几何要研究这个边长度是多好 这个角的角度是多好 图他研究的是位置关系 就说这两个点连不连 至于连的时候是用哪个边 那个边多长 什么角度他不管 所以拓普也称为位置几何学 拓普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学分支 欧拉的这个工作就标志了 图论和拓普学的诞生 好 这个问题呢 本质上就所谓的一笔画问题 是一种数学游戏 就问你能不能在纸面上把一个图形 用一笔画出来 要让这个笔呢 不离开这个纸面 一笔把这个图画出来 一笔画比欧拉问题要弱一点 欧拉问题 那个七条问题要求你还要回到七点 一笔画呢不要求你回到七点 你从任何一地方开始画 把这个图画出来就可以 这叫做一笔画 如果你要求它回到七点 那就是更严格要求的一笔画 好 下面我们就先定一些概念 经过图中所有编的简单通路就称为欧拉通路 由欧拉通路的图成为半欧拉图 经过图中所有编的简单回路 注意简单 简单是不重复编 所以经过图中所有的编 并且又不重复 那就是经过每个编一次 并且恰好一次 这种回路成为欧拉回路 有欧拉回路的图就成为欧拉图 所以半欧拉图和欧拉图都是能够一笔画个图 欧拉图是还回到七点 半欧拉图呢 它回不到七点 好 关于无向欧拉图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出门必要条件 首先这个图要连通 因为你要走遍所有的编再回到七点 这个图肯定要连通 如果是断成两块 你从一块是到不了另一块的 一定连通 在连通的情况下 如果它所有的顶点的度数都是无数度 那就行 那就一定可以 这是重要条件 而且这种情况下 这个肌呢 一定是若干个编不交的圈的病 就它由一系列的小回路构成 这个回路和回路呢 没有重复编 当然可以有重复顶点 首先 如果这个图呢 它是一些编不交的圈的病 它就一定是欧拉图 这个证明是这样的 你从任何一个圈出发 沿着自己的圈走 当你碰到下一个圈 到了那个焦点的时候呢 你就沿着另外一个圈走 等你把另外一个圈走完了 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圈继续走完就行了 这是一个DV算法 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把所有的圈合在一块 形成一个欧拉回路 所以第一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是等价的 再看第二个条件 如果一个图是若干个编不交的圈的病 那么它里面每个点点的度都是偶数度 对吧 每个点要么在一个圈上 它是二度 要么它在两个圈的交点的地方 它就是四度 要么它在三个圈的公共交点地方 那就是六度等等等等 所以欧拉就给出了 无相欧拉图的一个充要条件 然后呢 它按照这个充要条件去判断 原来那个图是不是欧拉图 那就很简单了 看看这个图 C点是三度 A点是五度 D点是三度 B点是三度 全都是基础度 没有无数度 当然这个图是连通的 所以结论就是 七桥问题是无解的 没有一种走法能够过每个桥一次 并且恰好一次 这就是欧拉给的那个答案 那么即使按照这个判断它有解 怎么把这个回路找出来 那这就是另外一种算法问题 那么对于无相半欧拉图 它的判断条件是里面恰合有两个基数度的影点 因为你从一个点出 以后呢 每次过这个点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都是过若干次 所以最后停在那一个点 所以这两个点起点和终点是基数度 因为你是过每个边一次变恰好一次 你每次沿着边进来离开这个点 又出去又是用了另外一条边 就贡献良度 下次又从两条边进来 下次再从两条边进来 所以每个点的度都是无数度 欧拉图每个点都是偶数度 那么半欧拉图呢 它有一个起点 有一个终点 这个起点和终点的度就是基数度 因为有一个边是离开一个边是进来 这两条边呢 它们在这个点 这个地方是没有配对的 就形成这两个点的度是基数度 好 下面是有向无拉图 有向无拉图也要求它连通 然后呢 每个点入度等于粗度 也等于若干个编部胶的有向圈的病 半欧拉图是说 恰合有两个点 一个是粗度比入度大一 一个是入度比粗度大一 其他的点呢 都是入度等于粗度 这是有向半欧拉图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条件都是很直观的 当然要求它连通 别忘了连通性的条件 下面是例子 比如说这个图 就于这有三度点 这有三度点 所以这个不是欧拉图 这个就是 这个也不是 这都是三度点 但这个是半欧拉图 它只有两个三度点 底下这个有向图 你也类似的去检查 它的顶点个数就行了 检查那个顶点的度 好 下面讲欧拉图的算法 第一个算法叫做毕桥法 是说从任何一点开始走 沿着没有走过的边向前走 在每个顶点 优先选择剩下的不是桥的那个边 除非只有唯一的一条边了 就只要有不是桥的 你就不要走桥 如果只剩下桥 那你就走桥 这个算法就叫做毕桥法 有趣的是这个算法一定是对的 就只要它是欧拉图 这个算法一定能够找到那个欧拉回路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图 从这个点出发 我们用毕桥法去找它的欧拉回路 我用走过的边都用这个虚线来表示 比如说这个点一开始有两条边都不是桥 我就向下走 上期课讲过桥就是割边 就删出一条边之后变得不连通了 这样的边称为桥 这两条边都不够连东西 所以任何一个边都可以 我避免走桥 然后向下走 到了这点之后 这有三条边可以继续往前走 也都不是桥 假定我选择向上走 到这 现在删出了这两条边之后 走过的边就把它删掉 左边这条边就是桥 所以左边这条边 你把它删出路 这个点跟右边这个点断开了 所以左边这个点不能走 实际上你这时候走就走了一个小回路 而不是整个原来涂到那个大的回路 毕桥法就是让你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它的办法是让你避免走桥 只要你不走桥 就不会出现这个小回路 所以只能是向右侧的两条边走 比如说我向这条边走 到了这以后 如果你向上走 就会形成小回路 而向上走这条边恰好是一个桥 所以你不能向上走 只能是向左走或者向下走 所以我们就 其实向左走和向下走都是可以的 我们就假定是向下走 然后呢 注意这个时候呢 只剩桥了 因为这个红色边都已经走完了 现在只剩下一条唯一的一条通路 上面的每条边都是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桥 然后把它走完就行了 这就是避桥法 只要在每个点不走桥 就一定最后能走出一个欧拉回路 这个算法的正确证明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但因为我们不是算法票 所以不去分析这个算法的那个正确性证明 还有另外一个算法 另外一个算法比避桥法要简单一点 为什么呢 避桥法你每次要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桥 判断这个边是不是桥 实际并不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下面一个算法简单一点 叫做足部插入回路算法 就利用它那个创造条件 它是一些编不交的圈的并 那个性能 就你随便走 每次走出一个回路 你只要把那个老回路跟新回路合起来就行了 还是看这个例子 从这个点出发 向下走 向上走 刚才避桥法不能走这个边 现在足部插入回路就可以 我就走这条边 走了 走了之后呢 我就出来一个小的回路 那行 这个小回路先放一边 在剩下的图里面继续从任何点出发 比如从这个点出发再走 又走 又走出小回路号 这两个小回路放一边 这个回路 然后再走 底下又走出回路 下面的任务就是把这三个回路 给它接在一块就行了 接回路的办法是 你从任何一个回路的任何一点出发 你顺着这个回路自己走 当你遇到和另外一个回路的焦点的时候 你把另外一个回路走完 再顺着这个回路往回走 这是个递规过程 如果你在第二个回路又碰到第三个回路 你都把第三个回路走完 再走完第二个回路 再把第一个回路走完 那总是可以这样走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算法就比刚才的算法要简单一些 不需要去计算是不是瞧 你就走就行了 这是足部插入回路算法 这两个算法显然的都是多项时间的算法 不会是止住时间 不会让你去穷举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都是非常有效的算法 所以欧拉回路是有有效算法的这种问题 原因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创创条件 这实际是基于那个创创条件 就是我刚刚编不交的圈儿的病 好 关于欧拉回路呢 它有很多实际应用的问题 我们举一个应用的例子 就是这个叫做轮盘设计问题 实际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例子 现代点的例子 可以举这个DNA 这个基因测序 这方面的例子 就是基因组是很长的一个东西 你要测起来很难测 做实验的时候 是先把它弄成一段一段的 把每段测清楚之后 再把它全部粘起来 恢复原来的那个片段 怎么粘呢 就是用每个片段作为一个顶点 然后找一个欧拉回路 就把它们粘到一块了 那个我们就不去细说了 现在就看这个课本上 给这个古老的例子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 很多东西都是要通过硬件来实现 当然现在计算机很发达了 能力也很强 很多东西都用计算机去做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要产生 0000001等等 这种长度为3的二斤串 一共有8个 我需要把这8个依次产生出来 这就所谓信号发生问题 现在你可以写一个软件 很容易就能模拟这个东西 但是早期呢 过去只能是用硬件来做这个事 怎么用硬件去做呢 它有一个轮盘 有个转盘 转盘上面分成一些小格子 上面写着0或者1 0和1呢 就实际表示断和通 比方它这地方可以是镀了一层铜 那么也可以是没镀 镀铜的地方呢 就能够导电 就相当于能够接通 没镀的地方就是等于是不导电 就不接通 另外呢 外边呢 有一些接触线跟它相连 所以这个轮盘可以旋转 转到不同的地方呢 这每个接触线就相当于每个开弯 就分别断或者通 接通就是1 断开就是0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在这个圆盘上面排列 这个0和1 使得当这个轮盘旋转一圈的时候呢 外边的三根引线 它读出来的这个信号 正好就是 这所有不同的这八个二进制数 这就是问题 就轮盘设计 要在轮盘上面排0和1 使得当这个轮盘旋转一圈的时候呢 那你固定的读其中连续的三个位置 读出来的这个 这个轮盘旋转和这三个位置的数当然在变 正好就是不同的这八个二进制数 你当然可以推广 长度为4的长度为5的都可以 我们考虑最简单例子 长度为3的 怎么去设计这个轮盘 这个问题能够用欧拉图来解决 你想想怎么把它转化成欧拉图 用图论解决问题 首先是要把这个问题表现成图 它解法是这样 把长度为2的这个串呢 作为顶点 4个 有4个顶点 所以 然后呢 AB这个串和BC这个串 在它们之间连一个有向的边 这个边上面叫做ABC 就AB和BC 这两个顶点之间的边叫做ABC 所以00和01 这两个顶点之间的边叫做001 就是00和01 这个00的后一位 跟01的前一位是相等的 把它们粘合一会儿 形成001这个位 得到这样一个有向的图 这个有向的图 是一个欧拉图 它的一条欧拉回路 就对你的轮盘的一个设计方案 你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对吧 你考虑这个地方 比方说 这轮盘是这样 顺势能旋转的 这是 一开始是10 那么下一步旋转 就是11就过来了 所以 它正好有一个 这个衔接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 00和01 你可以按照001的这个顺序排在这个上面 排列起来 这个图有一个好处 这个图里面有多少条边呢 有八条边 这个图里面有八条边 这八条边 正好就是所有长度为三的二进制串 对吧 所以 因为任何一个长度为三的二进制串 ABC 都一定能够分成前两个AB 后两个BC 所以 所以它正好就是连接AB和BC之间 这四个零点 按照这种方式去加边 一共是八条边 这个图里面的任何一个 欧拉回路 都对应着这个问题的一个解 你就按照这个欧拉回路的那个排法 去排这个边就可以了 这些点就可以 所以这就是用欧拉图去解轮盘设计问题 要先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一个图论问题 然后 让这个欧拉回路对应着你问题的那个解 这是个比较古老的例子 这是个比较古老的例子 现在的例子就是用在DNA测序还有其他的一些场合 关于欧拉图呢 我们主要给了它的充分比较条件 还有它的算法 注意欧拉图 它是属于容易解决的这类图论问题 下节课我们讲哈善顿回路 那就是属于比较难解的一个问题 好 今天课就到这 下课 好 谢谢